你们很习惯上电脑找资料的帮我个忙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好像因为我要讲的时候我要去证实 但是我找来找也找不到 就不知道是在德国或者苏联的一个村庄 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福尔街早上的时候 他们一见面 一个人就说 祖父我了 那么对方要怎么回应呢 他们说 是的 祖父我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 哇 我讲太大声了 那个福尼街的表情要买 我们试一试 我说祖父我了 你们说 是的 祖父我了 好不好 来 祖父我了 这就是他们的习惯 福尔街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做礼拜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没有经济之处讲 为什么 但是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 很自然的 当耶稣布卧之后 门徒们就在七日的地日 也就是耶稣布卧的日子 他们就聚集敬拜主 而且圣经里称 这个庆祝第一日是称什么 主日 主的日子 所以今天是福尔街 我要讲福尔街的信息 但是讲不完 不会过时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个礼拜天都是福尔街 每个礼拜都是庆祝耶稣的福尔街 所以今天我只是讲前面礼拜 然后下面礼拜 福尔街的信息 留到下一次的祭祿的福尔街 不是明年啊 下个礼拜就是了 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 我们要默想有关耶稣受死 还有复活的经文 什么是默想呢 默想就是说 不是读了 看了 懂了 不 懂了 再想 一而在 还不 只说 再而 三 也还不说 三番 四次 一直想就要起 就是默想就说 我不断的想 不断的想 从这个方向想 从那个方向想 用理智 用想象力 用感情 投出去 去慢慢主觉 好像羊 车吵后躺在青草地上 它有繁处 慢慢的在羊 慢慢的在羊 来思想 把它里面的精华吸收 所以今天 我们的信心呢 就是要从各方面 来思想 来思想 有关耶稣死 和耶稣破了结枉 对门徒来说 耶稣被临死的架 以后的这几天啊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 失望 灰心 结枉的黑夜 黑层层 黑层 黑层层的 非常深层的 黑夜 因为没有叛徒 他们所敬拜的 他们所跟随的主 失败了 死了 所以他们很接口 但是呢 福摩节 对基督徒来讲呢 其实,光辉的,快乐的,充满了鼓舞的日子 如果你用对比的话,一个是深层的黑夜,这个是艳阳天,非常光的,充满太阳,长满的光辉 那么,门徒们当中呢,有几个妇女,他们过这个清晨,他们带了香料的去告耶稣 后来发现耶稣过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告诉门徒 那门徒当中彼得耶翰,也亲自跑到坟墓去,看不清楚,考证真的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妇女所说的一样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喜乐,虽然是好像信过来 但是,圣经说,他们是快乐,喜得不敢信 蛤,有这样的事情,很快乐,但是好像哪里置,应该要置我,齐表万里 那这不快乐?但是,是不是全部的门徒是这样呢?不是啊 有一部分人已经很喜乐,已经离开阶望黑暗了,已经进入光明了,充满了盼望了,欢迎庆祝了 但是,还有人不是这样 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正当那里,门徒中有两位,他们是王马,以马乌斯 以马乌斯就是在耶路撒冷25里,25里,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在他们往那方向去,然后他们彼此谈论自己天所意见的事情 那么,当他们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就看见了,耶稣就亲自就去找他们 哎呀,如果耶稣亲自来找我们的话,哇,多高兴啊 那可惜,他们眼睛也迷糊,他们正不出是耶稣 耶稣要找他们呢,他们还迷糊,看不出 那么耶稣就说,哎,你们在路上,我们一起谈论是什么事情啊?他们就站住 是吧,脸带愁 就像这个样子,很忧愁脸长长的,没有坏荣,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相信,没有亲身亲眼看的耶稣 那二人中有个人就告诉耶稣说,哎呀,你来耶路撒来做客 难道你不知道吗?诶,注意啊,为什么他们正不出耶稣啊? 耶稣就变了神像,耶稣就变了样子 不是像以前的耶稣,是过神 所以圣经里面都说,他是变神,所以他正不出 他说,你还迷糊上你做什么,你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吗? 他说,耶稣,耶稣为什么不知道? 耶稣看他们,究竟你们想到什么程度 耶稣说,什么事啊?他说,你不知道? 他说,就是哪上的人耶稣啊? 他是我们的先知,我们所盼望的 要救赎以色列人的这个明赛亚 但是他们这个人啊,他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行事都有能力 那可惜,我们的祭司长,就是宗教有信 还有我们的官府,罗马兵丁,把他抓去了,而且把他钉死了 但是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他啊,我们的判斗就在他身上啊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失望 而且过了三天啊,诶,奇怪啊 这几个门徒啊,他们知道发生的事情啊 他们说,我们当中有些妇女去看耶稣本罗 诶,天使告诉他,耶稣不在啦 还有我们当中呢,有几个人呢,也去看啦 看了所看的事情,一样一样的 但是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 诶,照理的话你看,有这个妇女的见证 又有彼得耶,诶,又有彼得耶汉去震慑 应该他信啦,但是他还是好像信不过来 好像信不过 所以呢,耶稣非常感叹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无知的人啊,哎呀,这个无知的人还失误一点 英文啊,on foolish,哎呀,这个笨 哈哈哈哈,看来这不太好听啦 所以中文分类用的无知的人啊,这样无知的人啊 为什么你的信,先知所说的一些话 就是说圣经先知所说的一些话 你们的信,信得太迟钝了 为什么别人已经快换到了 别人已经从悠转里洗了 从黑暗进入光明了 你还在那边忧愁 听啦,人家告诉你啦 你还不信 你的信,信得太迟钝了 今天我们周刊的这个图画 我没有用一个空坟墓 说耶稣不画啦 我用这个图画 这个图画是什么 我的主,我的神 是描写 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四个门徒,其中有个人 窃息,所以啊,礼拜不要窃息 有时候礼拜的时候 窃息那一次,分子都不大 那多玛那一次就窃息不出现 所以耶稣显现他没有看见 后来门徒告诉他们说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看见主啦 波玛怎么讲 我才不信 除非我是吧 伸手探出他的冰痕 摸他的额旁 我才信 诶,过了 大概一个礼拜 耶稣又再出现啦 其实呢 当多玛上次他讲话的时候 耶稣在他旁边当时看见 所以耶稣就 多玛 主持,来来来来 来,摸我的手 摸我的耙 我记得好像去年前面 我问你们 如果你是摸我的话 你摸不摸 我知道有人在坐在这边 或者是谁 可能我忘记了 有个人说摸 有个人说不摸 不知道 到天堂会摸 到底你也没有活呢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多玛他手非常感动 非常激动 他们说 哎哟我的主 我的神啊 他非常长久 知道吗 他信心 他信心 信得太沉沛 注意啊 耶稣说的计划 基督这样受害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其不是应当的吗 意思说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圣经从摩西到众先知 心上所指中他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 换句话说 旧约圣经 众先知的一言里面 都讲了耶稣要受到 而且耶稣要复活 他们读了 听了 但是 就是 点不当 心窍不通 心里迷糊 听是听了 信不来 信不过 所以 耶稣叹息 你的心 信 信太沉沛 弟兄姊妹 保罗 圣经里面 曾经提到 他称赞比利亚的信徒 他说比利亚的信徒 他们比 帖撒摩迪迦 城市的信徒 更加显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天天 查考圣经 要知道 保罗所传的 似乎 不舍 注意啊 不是说 比利亚的信徒 不信任 保罗 不是说他们怀疑保罗 不是 他们听保罗传说道 但是他们要查考圣经 看看保罗所讲的 和圣经所记载的 合不合不 今天早上 张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防备 就假先知呢 就是我们自己要在圣经里面有根基 知道圣经怎么样讲 这个人讲什么 如果他所讲的和圣经所讲的不合 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限制 他是贸易的限制 我讲到如果你们去看 如果你们有email的话 你们给我你们的电邮 我会把我礼拜天讲到的这个powerpoint 全部寄给你们 那么在我的讲道里面 我想我的slaid里面 80%,差不多80%是金默 有的人说不费几句句句你吗 你讲就好了吧 你笑话的又告诉我们见会就好了 我们又不是实现生 我们不需要这些 我明白有的人不需要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应呢 我就要给大家的机会 以后想起来说 牧师这样讲 回去看看牧师怎么样讲 也许你的记忆力记错了 也许当时你精神不够记忠 听错了 听不懂 那么你去看看牧师讲的是怎么样 所以我要你们明白 牧师所讲的都有圣经的根据 那牧师解释哪一个地方太过牵强吗 哪个地方不合理吗 你可以来问 我不是骄傲 我是告诉你们说 你们如果发现我所讲和圣经不合 你们可以来告诉我 牧师对不起 你所讲的这点和圣经不合 你告诉我 我会谦卑的 我会来思想一下 也许是我表达能力不够好 也许是我的国语发音不合 你们听不懂 那我会告诉解释给你 最低限度 有这个powerpoint为证 我们就go through 我们再回去看看 我是怎么样讲的 我是怎么样讲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你们的信仰 你们所信的 有根 有基 有圣经的根据 不是来听牧师发表什么理论 而是看看圣经怎么讲 保罗用以下的话来总结 福音的主要命 就是今天我们所顾的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是吧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呼我了 我告诉你们 圣经在以前不是用电脑这样方便的 他们是用皮 而且用刀和壳的 要很花时间的 所以如果圣经的话不是重要的话 他不会啰啰嗦嗦的 如果是我的话 你的话怎么样 他们就传给你了 第一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二姐埋葬了 第三天死不活了 也对呀 明白吗 大义来讲也对呀 但是这里重复了 照圣经所说 为什么要重复呢 而且是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 重复又重复 重复什么 照圣经所说 所以他的重点是说 不但耶稣死而复活 而且他这个蛇活 是照圣经所讲的 甚至有很多的细节 都是照圣经所讲的应许 这个才是奇妙 这个才是证明 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 那我也会散开 我们常常引用这些圣经 在大事情方面 圣经都是上帝所诺识的 以教训读知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书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意备行各样善事 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 圣经跟宝贵很好 但是你知道吗 这里说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不是单单从罪恶当中转向光明办 就算基督徒有时候你对圣经的理解有差错 知道吗 有一些离开正确的理解了 那么圣经就是要把你带回来 所以呢 你要多读圣经 你听到了 你要看圣经 才不会读解 牧师所讲的 才不会在凌晨上走偏了 所以就算基督徒的这场生活 信仰内容也是需要圣经 不断的来纠正 来引导 让我们能够被造就坚强 能够好好的为主 使徒主 好 这个是我的引言 为什么我们要默想耶稣受神复活的经文呢 就是因为你去默想 你去思想 你查考圣经 让你的信仰有根有根 产生力量 切信 不是说他们是这样讲啊 不是他们 说我信 圣经怎么样讲 而且事情也要怎么讲 这就是保罗的坚信 还记得吗 保罗有一次去趁船的时候 一到大大海纳 船上的人都很怕 怕都半楼车到那边 抢天护霓这样子 后来保罗说 吃饭吃饭 他说 不会死在 因为我所敬拜的神在梦里告诉我 我会皮肝到祂的地方 他怎么讲 他说 我相信上帝怎么样对我说 事情也必要怎么样呈结 所以他不会怕 也许我们有时候信是信 但是我们这场生活还是很多忧虑 还是很多担心 还是很多痛苦 还是很多忧愁 信就不够坚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要默想 把窒息我们的信仰 成为我们的切信 conviction 切信就是说 我 坚定 而且我可以为这个信仰 死都可以 这个才能努力一下 不然万里没有人 所以今天 所以我们就讲以下 我今天呢只能提到三个问题 关于耶稣死和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里面 前面的三件事情 我们有时候会有疑问 那我们要解释一下 好 先读这段圣经以后呢 我就会提出来重点 一起来都好不好 对你们有方式 来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 赫西玛 耶稣对门就说 你们坐在这里 人我等到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耶汉 群群 就惊恐起来 既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至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们进行 耶稣 既其伤痛 祷告更加可欠人 和诸 大学典 一战一山 诶 这段经文我们都读了很多次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 他们 为了他们的民族 为了他们的信仰 为了他们的主义 他们的慷慨就义 是不是 他们能够似死如归 哪里像耶稣这样 忧伤痛苦 为什么耶稣好像很懦捉呢 我们的主 为什么好像很怕死呢 很害怕呢 为什么不像那些英雄好患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吗 没有啊 哎呀 你们是很单纯 哈哈哈哈 我想有些信徒 会有这个感觉 或是有些不信的人 也为了这样吉祥之 耶稣啊 为什么这样奔向 我们的答复是 耶稣所受痛苦 世界上没有跟人能够体会 为什么 因为他所受痛苦 不是单纯的重体的痛苦 不是单单感情上的痛苦 还有灵界里面的痛苦 我们没有这种感觉 那有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些 问几家吃饭 他也不知道菜好不好吃 为什么 他的食物间已经退化了 所以他不闻到香味 当然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 臭味他也有味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个离子很敏锐的人 他闻到臭味啊 哎哟 一点臭都能闻到吗 如果是真的很臭的话 他能够承受吗 我还想承受 但有时候真的还是没有事情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他的敏锐的 他就很难承受 明白吗 如果你是一个人 对老人家很孝顺的 很有爱心的 很有礼貌的 你看见一个人对老人家 大声讲话 或者骂他 恐刺他 你心很难受 你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明白吗 因为你是这种人 你就不能够承受这种 和你的个性完全相当的东西 一 吉一反三 耶稣是一个很圣洁的人 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 但是他却要承担世人的罪 众人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 你没办法 就好像一个修建很灵俊的人 要去把一大一臭的东西放在他身上 他能够承受吗 好难喔好难喔 所以耶稣的痛苦 不是单单周围的痛苦 不是单单感情中 是灵力灭 而且他因为担负了罪 他要上帝和上帝和看 因为上帝是圣洁 他要有一段时间和上帝永远的感 不是永远的 上帝的感 那这是他所不能够承受 所以他痛苦在痛苦的地方 明白 所以耶稣皆非诺利 为什么呢 你说他诺弱吗 怕死吗 诶 演的不说 就是他祷告完以后 当犹大那一群兵兵的抓到他的时候 耶稣勇敢面对 耶稣问他说 你们来找谁啊 说我们来找打撒的人耶稣啊 耶稣说我就是 他非常镇定 他的镇定 还有他说我是 这个我是是很有力量 因为耶和华的点击是我是 这个我是 这两个字 本身就是能够很大的镇定 再加上耶稣那种宁静 那种勇敢面对的 连兵兵都给他吓坏 甚至告诉我们 兵兵呢 一听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他们都退了到点了 所以耶稣不是怕死的 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 是在他开始的时候 在那边征兆的时候 他实在是很痛苦 因为他知道他要承受这个 世人的罪在他身上 那种痛苦非常大 但是当他结定以后 他不是懦弱的 从他 这个经文看吧 犹大里面大堆兵丁和祭司长兵 法利赛有参与 他说灯火把兵器来到圆里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啊 耶稣 他们回来说 找哪杀了人耶稣啊 耶稣说我就是 拜他的犹大爷 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 他们就退落到地上 这是圣经记载的 那么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啊 他们说找哪杀了人耶稣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就是啊 你们做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所以呢 从耶稣承受以后呢 耶稣承受很没有礼 很没有无礼的神问 被淋入 被鞭打 被吐口水 受了各样的极端的残酷的事情 但是耶稣 没有中主人 耶稣没有哀厌 耶稣还为别人着想 耶稣还安排他母亲走样 耶稣还安慰 是加上的强盗 耶稣甚至求天父 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主 这是一种力量 很宁静的力量 很勇敢的 耶稣被鞭打 可能他会痛到会拔出身 但是他从来没有咒主人 或者买业 所以从耶稣受了这个苦啊 你不能够说耶稣是个懦弱 明白吧 所以我们解释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 第一 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那边挣扎 不是因为他怕死 而是灵里面 那种承受罪的那种痛苦 还有 他将要和善意分开 那种痛苦 是灵里面的痛苦 OK 那这是一个问题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一起一步 来 希伯来书五章七节 基督在咒临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语 请问 你们读了这些圣经有疑问吗 如果你们读了这些圣经 从来没有疑问的话 那你们也是很特别 注意啊 那 恳求那位 能够救他免去死亡的主 圣经说 因为他很虔诚 所以他打告呢 就是大病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呢 就表示一个 好方面 你们读经很小心 你们会看字 不是看清楚 不是咕咕咕咕咕的入落就这样 你看得很清楚 没有啊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知道吧 就你们读得很真 读得很真 那如果你们的问题呢 问题在哪里呢 诶 他请那个能够死他不死的主啊 又说他祷告 蒙垂听了 那为什么耶稣还死呢 如果耶稣还死的话 他祷告就没有可以应验了 明白吗 他求那个能够救他不死的主啊 那么他祷告就倒应验了 那为什么耶稣还会死呢 好像矛盾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 没有清清楚楚的读圣经 就大意啦 所以我讲到时候 有时候故意 你知道吗 故意读给你们听 是吗 我常常读圣经给你们听 对不对 可能说对 我说不对 再找再找再找 哦 原来就是那地方关键 那我们的大福怎么样呢 好 先问你个问题 到底上帝有没有听耶稣的道道 哈 不敢大 你大这个也错 大那对也错 我告诉你啦 不要怕 我的问题没有陷阱的 你大这个只要你讲出你的理由 哦 你从那个地方想 有你的角度 那你大这个也不错 有你的角度 那我来解释 表面看起来 如果你读圣经是这样读下去 没有仔细读的话 你会根据逻辑 求那个上帝可以救他不死 后来上帝听他啦 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死啊 但是你细心的话 你就会说 诶 耶稣怎样听啊 好 我们大不听 耶稣自始至终 就是从开始到耶稣 他完全是把他的意愿 降伏在上帝的子 这就是虔诚啊 圣经说 因他的虔诚就蒙了一年 什么是虔诚 虔诚就是说 我不坚持我的意识 我把我的意愿 降伏在上帝的意愿 耶稣 有没有说 父啊 我不要死 有没有 没有 耶稣有没有说 父啊 你把这个杯放弃 有没有 没有 他只要求 耶稣说 倘若可惜 意思是说 可以的话 就这样 不错 耶稣求神说 如果能够的话 就把这个事情拿开 你可以吗 你反思都能 但是耶稣就要想什么 倘若可惜 耶稣没有坚持说 父啊 我一定要这样 父啊 你一定要这样 没有 这就是虔诚 那我 到底上帝听到什么呢 哎 我们上帝是很好 上帝不会 不会用字面来抓你 来苦害你 上帝常常呢 非常理解的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常说 哎呀我不好告了 等下我说错话了 上帝就照我的话来 来来做 那我就糟糕了 不要这样 怕上帝不是这样 这样装挑递你了 害 不会的 圣经说啊 只要你的心是正 有时候你还没有求上帝都给你 还记得吗 这个所我们啊 他限变的时候啊 晚上上帝之前啊 上帝问他 你要求什么 那时候我们说 我年纪小 当然不是小孩子 他一直说 我还不够 不够朗诚啊 只要你给我智慧 懂得来治理这个国家吧 哎 上帝听不听 听了 因为他这个 这个信念很好 他是为了上帝的使灵 他不是自私 为自己出品享受 但是上帝还说 哎 你没有求的 我也给你 啊 富助啊 荣耀啊 这些东西 我都给你 所以上帝是很慷慨的 所以说哎呦 我忘记求了 我说 哈 只要你也是一位主啊 你忘记求上帝都记得 你没有求上帝 还加给你 嘿嘿 明白吗 所以呢 上帝 你虔诚上面加给他 耶稣 到底上帝 听他搞到什么 因为他虔诚 他有一个尊敬上帝的心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就这样 那因为不可以嘛 所以上帝还是让他死 因为这是救赎 这个这个事情 其实我下次要讲 哈 那么考你们一个问题 请问 他在科西马里面 那边吐骨祷告 后来上帝应祂祷告 那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口价 但是上帝 plus给他一个事情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哈 来 你看啊 耶稣服务在地 他说 父啊 如果可行 叫准备你靠 然呢 不要造你的意思 只要造你的意思 好 他说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生被称 然呢 不要造我的意思 要从你的意思 大佛地啊 父上帝 差遣天使来帮他 你们有这个印象 可能大家印象不深啊 这个非常要紧啊 非常非常非常紧 为什么 后来 耶稣会这样 镇定 这样的勇敢面对一切 就是他在祷告当中 到他到的接望 真的是支撑不住的时候 有什么 诶 我一下看错了 第四十三件 一起来过来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祂的力量 加添祂的力量 耶稣没有求天使来 但是父上帝 拆解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祂的力量 换句话说 他的祷告有没有用 有用 因为他祷告说 如果可以 这个主要 但是天父的旨意 是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天父给他一个恩典 就是拆解天使 来帮助他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 为一件事情祷告 有时候我们 一个病人祷告 结果说 哎呀他也死了啊 好像 祷告没有用 谁说没有用 在他 我们为了祷告的时候 在他灵里面 在他和疾病奋斗的时候 神给他有力量 能够度过那个痛苦 度过那种心灵难处 有用的 所以你如果为一个人祷告 或者他也是死了 你不要灰心 你祷告有火效 就是说 在这个人身上 在他疾病的过程 神有恩典 托住他 帮助他 带助他 带助他 结果 所以不要灰心 不要看表面的果效 而是要看到灵里面 那个重要的事情 那么以下呢 是一个作家所写的 不是我们 我是用他 一段 这个 这个 Pam Larson 他说过 你们看过吧 我们礼拜五 有看那个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如果你再重复去看那个电影的话 他也是从耶稣在克西玛里面 祷告开始 那个电影 开始 也描写耶稣那边 增长 痛苦 但是呢 后来呢 他说 他这个人说 他很喜欢这个 这个耶稣受难记里面 这个 在克西玛里面 他 虽然里面的情节 不是圣经里面 每一件事里讲 但是他不会预备圣经的 在耶稣在克西玛里面 祷告 但是他回顾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上帝告诉撒旦 下完一个后裔 一个 就表示三十五日子耶稣 要伤他的头 而他要伤他的脚跟 所以呢 这快一点啊 所以当这个 电影出现的时候 说耶稣在那里祷告 有一条石来了 这个是他用到想象力 也让我们回想 撒旦常常来试探人书 很可能就是耶稣在克西玛里的时候 撒旦在他心中放了很多思想 让他怀疑 让他去怕 让他记得说 他怎么可以当当一个罪呢 给他有很多的疑问 这个是死啊 死是象征这个撒旦 那后来呢 耶稣呢 就一脚 躺下去 这个躺下去呢 就表示什么 他战胜了 所以他躺下去之前啊 就是因为有天使 在天上向他学习 他得到明亮 他坚定信心 他不怀疑 他就勇敢的起来 所以圣灵告诉我们 他就回到我们主那边说 起来 我们走吧 因为那时候耶稣就 已经是胜过了 耶稣那时候是已经胜过撒旦 他不再惧怕 他要勇敢面对了 他不再大便挣扎 哎呀父啊 你能够的话就不要 耶稣说 起来我们走吧 我就面对了 所以 你就看那个耶稣说那些 当耶稣 他了以后 你看到后面有没有很多白白的 有没有 如果你是看到电影呢 那些是出光 就是那些冰冰啊 我要面对他们 所以他就有力量去面对他们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 就是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啊 耶稣已经胜过了 耶稣已经得胜了 这就是天使帮助耶稣的国效 他勇敢 他已经得胜了 他勇敢 他已经得胜了 好 那最后一句 我们讲两个了 一个是耶稣 第二 你说耶稣 上帝听他不怕 为什么他还死啊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 他一定也不要死 他顺服上帝 但他祷告蒙耶娜 有天使来帮助他 好 最后一句 耶稣在释迦上的第四句话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哎呀 我看过有不少的文章 那些文章呢 是非信徒的 他们那边来批评耶稣的 他说耶稣啊 他你知道吗 他倒是加上 他自己也怀疑了 他自己也设计信心了 他还对上帝说 上帝要为什么离开我 所以有的人呢 就误解了 以为什么 以为呢 耶稣对上帝起了怀疑的心 好像上帝撇弃他了 他很难过 他很伤心 上帝要为什么离开我了 还有呢 可能他埋怨上帝 哎呀 我尊重于道 现在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你离开我 这是很不信主的人批评 有些基督也是这样想 说耶稣到了这个最痛苦的时候 他信心扬动了 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耶稣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开我 礼拜五晚上 照着道理告诉我们 其实呢 耶稣不是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 而是他是借着大卫王的诗根 来表达当时他受的痛苦 同时是为了应验圣经上论到他的话 明白吗 耶稣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的确当耶稣在神价上的时候 他当世人的罪的时候 他真的是上帝 一页面都看他一样 因为那时候他是在罪受审判 所以他感到的确感受到这个痛苦 我不是说他没有痛苦 他的确是很痛苦 但是他知道什么原因 他也没有怀疑上帝 他只是借用大卫的话 那么你这样说有根据吗 好 我就给你看根据 诗篇二十二篇 你记得啊 诗篇二十三篇 大家就都知道了 之前的一章 里面有很多的经 有几处经文 和耶稣被钉死架的情况很相似 为什么 因为诗篇二十二篇 就是一年 弥赛尔为人类受苦的时候 所要经历的痛苦 等下我给你们大家看 那几节今晚 你去回想耶稣当时的情形 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 大卫的诗 是不是大卫写的 交给师班长 他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恨的原因 这是大卫讲的话 但是他这个是引识 或者欲言耶稣受苦的时候 那种痛苦 所以耶稣是借用大卫的话 明白吗 所以不是耶稣怀疑 是耶稣用大卫的话 来表达他所经历的那种痛苦 那以下呢 我要给你们看看 大卫所描写他的那时候的情况 以后呢 你先对你对你看 耶稣 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况 是不是 很多相识 他说 浅泪有一座 二板环绕 他们扎着我的手 我的脚 对他 钉他手 还有 凡看见我的都吃下我 他们撇嘴摇头 哇 描写着很大 耶稣被钉的手 也是这样 下面讲 他把自己交诺给上帝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然喜悦他 可以答救他 这是在讽刺 那时候他们讽刺大卫 还有呢 大卫说什么 他们分我的外衣 这个外衣 为我的礼仪研究 这是大卫讲的 好 这几句话 已经对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况 看看是不是很相识 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计较 摇桌头说 是不是啊 摇头嘛 大卫说嘛 啊 那你这个车尾身边 善之又建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啊 那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就从上面下来啊 祭司长和文 文士和长老 也是这样系录他 讽刺他 他说什么呢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还有呢 他依靠上帝啊 上帝如果喜欢他 上帝可以救他 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上帝的儿子啊 那和他同兵的强盗也是这样计较他 哎 这个是耶稣受他的时候的描述 还有 约在身处 那那个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啊 冰冰既然将耶稣定在神架上 就拿他一部分 是很外衣 很容易做 但是呢 又拿到礼仪 但是这个礼仪呢 他是由上到下 没有结封的 就是一片测诚的 他们说把他剪开 太浪费了 不足我们呢 怎么样 他们说哎呀 我们不要把它撕开了 只要研究 看谁得到了 就得到了 抽到是谁 你就整个拿去了 你把它撕成四块的话 浪费 不好 是吧 这就叫应验 圣经上话说 他们奔任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研究 并定果然做了这事 所以我说的 耶稣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他是用诗篇二十几天 大谋理的话 来 表达他痛苦 而且是应验圣经里面的意愿 所以耶稣的死 耶稣的复活 甚至里面的很多细节 都和圣经的一言一一一言 这表明整个都在上帝的同管当中 虽然是处于人的恶意 虽然是处于人的败败 但是在上帝全人的管理之下 他们的罪恶却成就了上帝的美好的计划 好 结论 我们今天信心的目的 是要解释一些会引起疑问的经文 还有要强调 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包括其中的许多细节 都是照圣经所言的一一引言 这就是今天我信心的目的 还有下个礼拜 我还会讲一些的问题和他的解答 那就讲到耶稣复活不是什么意义 耶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最后我们用我们今天的经讯来结束 大家一同来读 哥林多前书 四五章 三节 四节 来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 第一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罪死了 得起来讲的 又照圣经所说 所以圣经的办法 一同报告 主要帮助我们 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查考圣经 明白圣经 实行圣经的教导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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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经